您解释八句战佛记的含义 这八句战佛记 就是阿弥陀佛身今次 向好过敏无等论 白好婉转五须米 干母澄清四大海 光众化佛无数亿 化菩萨众亦无边 四十八月度众生 九品贤力登彼 早晚课里面都能看到 这是过去好像是明朝的一位法师 写的战佛记者 写得非常好 所以以后就变成功课 里面的内涵都出在佛经上 主要是观无量寿佛经和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身今次我们都知道 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 现圆满报身 放今次金光 金色的意思就是最好的 永恒不变的 青春永住的这一种颜色 不是说像我们理解的金色就一定是像黄金一样 通常情况下可以这么理解 偶尔也有例外 有些众生不喜欢这个颜色 阿弥陀佛会随众生的意愿 现出他喜欢的颜色 比如大家可能有时候会看到 藏地的阿弥陀佛 他不是金色的 你仔细看那个脸啊 好像是黑色的 黑的发亮 而要照明看到会很关系 如果是阿弥陀佛要度非洲人 古迹也是现这个是 黑色黑光 非洲人一看 哇太好了 还都不一样 那度我们 汉文化的这些众生 阿弥陀佛现的肯定就是黄皮肤的颜色 中国人喜欢这个颜色吗 要度美国人 一定是现白色 白皮肤 所以这个金色的意思就是最好 就是永恒 青春永住 要这样去理解 像好光明 五等轮 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像 每一种像有八万四千随行好 每一种好有八万四千种光明 每一道光明变造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社会不适 这都是观无量受佛经常 所讲的内容 然后举个例子 佛眉间的白好 右旋婉转 如五须弥山 有那么大 须弥山 我们无法想象有多么广大 可以尽量去想 很大很大就是了 佛眉间的白好 佛眉间一根白好 右旋婉转 像一粒珠子一样 这么大一点的地方 它真实的空间 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 佛眼 盖目啊 盖目是什么颜色呢 盖目 就有一点 像天蓝色 大家有时候会看到 有些地方树佛像 那个佛 靠近眼角的这个地方 是有一些 天蓝色 有时候会像海水的颜色 但是情景差不多 这是属于 干 干物 我们要理解啊 不理解的时候 有时候会产生 这个佛 怎么眼睛是蓝色的 是不是述错了 不是 那是标准的 有些述佛的师父 可能对这个真相了解的不够全面 居然把佛的眼睛述成红色的 靠近这地方是红色的 在给人的感觉 好像佛上火了一样 这是不了解 佛现这个像 这个像是清静的像 佛眼 澄清 如四大海 佛的眼睛平常是三分开 七分隔 就这三分开的面积 四大海水这么大 有人说夸张了吧 其实啊 这里面是有表法的 这是告诉我们佛境界 广大无边 我们不要用凡复的小心量 去揣摄佛境界 佛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 叫我们心量要大 是这个意思 不要真的去拿个尺子去量啊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 去衍生他的意识 光中化佛无数亿 化菩萨中一无别 这都是观经上讲的 四十八月度众生呢 无量寿经上说的 九品贤令登彼岸 也是观经九品往生章 这是战佛纪的当事内涵 细说呢 大家可以去了解相关的经典